姐姐妹平安 那我们继续来看生命剧的25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公平与公义 我们要看25章里面 整章里面所写给的是 神的偶女们在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的条例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章里面看见 神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生活的原则 比如讲当我们在作为管教他人的时刻 其实这一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如何的使用神的一些的条例 来做于我们在管教的时候 比如讲身为父母的要如何的管教孩子 或者是身为老师的要怎么样的去管理这些的孩子 还有等等其他的 或许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 这个个人的生活和相处之道上 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的与人相处 或者是以怎么样的以神的这个条例来带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神的公平与公义的第一个功课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其实神要我们学习是按照他的公理与公义来办理所有的事情 阿们吗 所以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讲得很好 就是说人若有这个的赠送来到听审判的 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 定罪人有罪了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弟兄姐妹 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民间若有这一些赠送的事情 要交给这个法庭的规定来处理的意思 那么规定的刑罚是在以审判官前的执行 免得这一些的刑罚过分 是过于人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 因此要以一个公平来到什么呢 审判不可颠倒是非 这里告诉我们说 第一我们要看见的是 当人处于过犯的时候 要快快的去处罚 就是要快快的去处罚那件案件 要按什么呢 要按公平来做处罚 第二我们也要来学习的 就是在这一个处罚的过程当中 要根据犯罪者的严重性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按着公平来做审判的工作 第三让我们看见说 不可以怎么样呢 在处罚的过程当中 要有适当 要可以 不可以处罚过度 不要处罚过度 要有适当 或者是快速 公平 有节制的去处罚 这样呢 才能够达到目的的 那么呢 又顾系到受罚者的一种的尊严 这里非常重要 让我们看见 神怎么样的处理 这个 所犯了这一个罪的 这些的 这些的 我们讲的犯罪者 所以再来看这些看下面就是不可以任意的这折打这个条例也在当中也写给我们去学习的 那么假设有人犯罪了必须要受到了这个该受到的处罚 就是折打的意思 那么看见二到三节里面有记载 他说 若 这是恶人 若该受到折打 只可以打 事实下 不可以超数 这里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说的没有折打 就不能恶持犯罪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定要鞭策的咯 比如讲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事啊 我们也要鞭策 不然的话 他以后还会重犯 甚至鞭策了 还会重犯的 那如果不鞭策 更加严重 对不对 比如讲我们闯红灯啊 就会受到罚胆 受到罚胆要付费啊 是不是 那这一个处罚 那么你知道心很痛啊 那你就以后不敢闯红灯了 要不然呢 我们会做了又再做 犯了又再做 犯了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圣经也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乃是死 罪的公价乃是死的 当然要记得 神不是要 死不是神给人的一种的刑罚 那这也很重要 所以神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这是非常重要 对不对 就是 神就是必须要 那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就必须要 接受管交 就比如 折答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的 不管是什么大罪 或者是小罪 犯下了什么错误 或者犯下什么 那一个后果 必须我们要承担的 一定要经过 一定要被神来做管交之后 我们就知道 不可以重犯 这样子呢 会拦住我们 很多 使得我们生命 带来了许多 破口 给仇敌 留下了这个的机会 来到破损我们 或者是朽坏我们 这里是很重要 那但圣经教导我们 折答 就必须要有分寸 因为神对百姓的刑罚 是为了要挽回人 而不是为了要败坏人 或者是处死人 就是看你犯罪了 就把你钉死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 神就告诉我们 用过度的折答 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和羞辱 所以众姐妹 我们说的 在过去 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 在处罚 在家中 被过去的父母的时候 会在鞭策我们的时候 过于没有一种很正确的一种方式 来做以管交的时候 就受到很多的伤害 但是很感恩 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敞开我们自己 被神在我们的灵里来 医治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可以重新的被建立 对吗 所以感谢神的 所以神是纪念 我们要说 神是纪念管交的恶人 要记得 上帝会纪念那些 就是管交恶人 在刑罚的同时 也会显出他的怜悯 因为恶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照 凡神所照的人 都应当得到准重的 Amen 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 都得到神的尊重 更何况是 你和我 我们看到神都尊重了 那我们还不尊重 我们旁边的吗 弟兄姐妹 还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家人 对不对 所以正如说 耶稣圣地上帝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了 那么亏欠了神的荣耀 在罗马书第二章 第三章二十三节说的 但神还是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 吃给了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于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看见神 你看神的爱 对不对 让我们今天看见神的爱 虽然人犯了罪 成了一个罪人 但绝不会因此 而不再是一个人 但绝对不是一个 在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不是人常不把犯人看作是人 人看人和神看人 是不一样的 人看说你犯了罪 你犯了这个罪 是不该得到赦免的 就是被定以死罪 这样的意思 但是神呢 神说的 他看我们仍然是人 但是神就是 他仍然承认那人是人 尊重他 不让人轻看的意思 或者是不让人去藐视 潜踏他人的意思 神要尊重他的所造的人 哈利路亚 在神的公义的执行当中 人还是给予尊重的 那因为照着神的形象的样式 被造的人 虽然失败了 神还要承认我们是人 哈利路亚 感谢神 那神给人预备了救恩的心思和事 一个根源 以神是这样的看待人 为什么神会给予我们这个救恩 因为神 他以他的看人 仍然看待是人 呀 他怜悯我们 给予我们这个救恩 哈利路亚 感谢神 那我们看到说呢 人可以刑罚人 但是不可以过分 过诉 那这是告诉我们 责打是有限制的 对吗 只可以打四十减一下 那不可以过诉 保罗也曾经 遇过了这个事 每一次四十减一次 的一种刑罚 在格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四节 里面有讲的 对吗 所以让我们看到 第四节里面 这里这里讲到 第四节里面 要以公平来对待 对待 比如讲 这一个 这个的 揣骨的 这一个牛 揣骨的这个牛 他在牛在这一个场上 揣骨的时候呢 不可容住他的嘴的 不可以容住他的嘴 那牛 通常会一边走 一边低头的赤脉会 那就不可以容住他的嘴 就是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呢 就是许可 就是允许牛为人 劳碌的时候 可以不受到限制的 赤这个脉会 神在这里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要我们以公义 以公平来对待人 正如提摩大前书 五章十八节 这么说的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来 揣骨的时候呢 不可容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得公价 乃是应当的 哈利路亚 神要我们按照 公平公义来办事 以他神的公义 公平来对人 弟兄姐妹 不是按照我们人的 正义和公理 那如果按照人的 公义和正义和公理 我们就觉得 他们不能够是这样的 我们就觉得 我们很正义 我们很公义了 那他人就不公义了 的意思 那神是公平 以公义来对待我们的 阿们 第二我们要看 当今的本分的条例 这里讲到 所以当起你已死的弟兄之妻 为传宗结代的 和有其他的条例 从这个五到十二节 那边都有记载了 所以让我们看见 这里要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小树呢 要起这一个 扫扫啊 这个哥哥已经去世了 这个小弟呢 就是应该要起这个 大扫的意思 所以那个要 这个弟兄要尽他的本分 所以弟兄姐妹 这里看见说什么呢 弟兄同居啊 若死了一个 没有儿子 死的人 死人的妻呢 不可出嫁的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寡妇 如果没有生儿子 不可出嫁外人的 目的要防止死者 失去了 传宗结代 那么他的丈夫的弟兄呢 当要尽这个的弟兄的本分 要起他为妻 以他同房 这里我们看见 兄弟的本分 指的是 数数应当要起这个扫子咯 那这个 这里也是说到呢 这个弟兄 当 就是当境被看为是 理所当然 要起这个的 这个的妻子啊 这个的扫子的意思 那么如果哥哥 让我们看见说呢 在古代的这个中东啊 这个习俗啊 这个民族的习俗来的 是要起这个的 要起这个 哥哥的这个 扫子啊 要起他的扫子 如果哥哥死了 却没有儿子呢 弟弟必当起这个的 妻子 来说 生长子 归以哥哥的名下 那使到哥哥的产业 有儿子可以继承 这是当时 他们的习俗 所以来到第六节的时候 就看见了 当为这个 兄长 立世 立世 以以免 劫后 所以夫人生的儿子呢 必要归 死者的 这个名下 免得他的名 在以色列 被涂抹 以色列中 被涂抹了 所以女人生的 长子 必须要归 死者 死兄的名下 然后 这个归 死兄的名下呢 指的是 去 这个 兄长 不治 以劫后的意思 免得他的名 也在以色列的中间 被涂抹 然后呢 那么就 怎么呢 久后 却无人 可以继承了 所以神就纪念 他所 闲召的人 这里要说到的 不仅是一次的纪念 而且是永远的纪念 所以 让我们看见说呢 来到第七到第十节 这我们说的 凡事不肯 敬这个的弟兄的本分呢 他们在人前 是蒙羞的 因为他不愿意 这个顾念 这个骨肉之亲 那么呢 他的嫂子呢 就可以向这个的 治理本城的一个 官长来投诉的 这里讲 那么不肯在以色列人 他不肯在以色列中 兴起他各个的名字 会是 是怎么样呢 改我们说了 会 是蒙羞的 但是这里很 奇特的一点 是我们一般 不会做的 就是他的 哥哥的 妻呢 就要当着 长老的 到那人的 面前呢 就是 拖了他的鞋 那拖了鞋呢 这个举动呢 或者是这个动作呢 是象征着 他已经放弃了 这个 承担的责任 同样的 同样的 也表示了 他取消了 这个获得 产业的权利 这个就是 说的 那个不肯 来到当 近兄弟的 这个职份 所以就要 吐沫 在他的脸上 说 凡不为哥哥 建立这个 家世的 都要是 这样被对待的 图 就是吐吐沫 在他的脸上 表示说 羞辱 就是羞辱 这一位 拒绝者的意思 这就是神当时 给予神儿女的 这个当境的 本分的一种的 条例 那我们看 第三点 第三点在 公平与公义的 这个 课题当中 我们要 按着 公平 来真实的心 来行事 所以让我们 看见说呢 这里13到14节 说 你能中 不可有 大小 两样的砝码 你家里也不可以 有一大一小的 这一个的 生斗 这里很 就是让我们 很明显的 看见是 公平的 做买卖 这意思 对不对 那不可以 欺骗对方的 这个条例 从当中 这两处的 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 第一 你的代理面 不可以有 两样的砝码 一大一小的 砝码 不可以有的 第二 你家里也不可以 有两样 不同的 生斗 一大一小 不可以 所以我们先看 这个代理的 砝码 砝码指的是什么呢 砝码是用来 是个平重量的 若有一大一小的砝码呢 就是意思说 当在做买卖的时候 就会偷换这种精良 而是指向是什么呢 指向欺骗的行为 是不能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很明显的 神在教导他的百姓呢 不是以这个欺骗 来到成立 家业 或者是成立 我们的做生意也好啊 做人也好啊 这是不可以以欺骗的方式 乃是以神 所吃福 而得到的丰富 才对的 阿们吗 所以以神的方式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神是公义的 公义的 他不会忘记 他自己的应许的 哈利路亚 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忘记 他的应许的 同样的 他也不要 我们用什么 其他的手段 来保障 我们自己的生活 神不要 我们自己用 自己的方法 假如我们要用 我们自己的方法 那么神就不切入 在我们的 每一个生活的节奏了 弟兄姐妹 那是很可惜的 对吗 那就不要用 不义的方法 这样呢 反倒使我们 失去了神的 祝福和纪念 不被纪念 不被神纪念 就是没有神的统在 这是第一个地点 我们看到 第二 我们的家里 也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 两样的 这个的生斗 生斗指的是什么呢 生斗是哪来量这个干粮的 要来量这个干粮 一大一小的生斗 指着说我们的冬季 我们的冬季 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 这个生斗 或者一大一小的冬季 因为冬季不良呢 是不诚实的一种的表现 对吗 基督徒怎么能够不诚实呢 因为神是诚实的 怎么能信基督的 然后又不能诚实呢 那我们要就很难 很难 就不平衡了嘛 对不对 就不一致了吧 性与性与 这个行为都不一致了嘛 对求神来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第二点 我们看见 要学习的 神说的 行非一知 是的人 神所真恶的 神说我非常他 不太 神不义 不喜悦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那15到16节就说了 当用对准的 公平的法码 还有公平的生斗 以这里对准的 公平 这个指的是完全的公义的意思 无论是 法码也好 或者是神斗都好 都需要完全的公平 完全的公平 的意思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非就是非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公平的标准 是这样的 对方姐妹 是很简单的 对吗 所以这样呢 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给的地上呢 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了 这里长久的意思 在新一本说 你就可以得享长寿了 有谁不想长寿啊 是啊 全身无病啊 这是欢喜快乐啊 就是活到老啊 我们就回神的那里去啊 这个每个人都想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觉得说 我们要行在对准 这个完全的公义里面 或者是公平里面 那就是因为 这是神所喜业的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公义乃是神的属性 公义不只是要体现在 我们属灵的 这个的合场里面 或者是场合里面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 公义呢 其实也体现在 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特别是在交易买卖 所用的神斗 或者是法码之中 哈利路亚 都要有公义为我们的 这个的底线 哈利路亚 是我们的中心 所以主耶稣 他代替了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要替他们 死而复活的主活 因此呢 这一个的基督徒的生活 已经没有 没有了圣属之分了 无论是聚会崇拜 还是工作职场 我们都要活住 神的公义的心情 阿们吗 所以呢 神也允许他的子民 行公义 公平 就可以蒙福 哈利路亚 按照安居 安居在神的允许之地 得享长久的日子 得享什么呢 得享长寿 公平 公义呢 公义或者是公平呢 的社会 是由个人做起的 那代理不可以有两样的砝码 家中也不可以有两样的生斗 那信主重生得救呢 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做王了 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 过着一个公平 以公义的生活 哈利路亚 阿们吗 最后让我们看见了 什么呢 最后我们看见了 当要除恶物竟以为公义 就叫唯物公义的意思 所以从这一个的十七到十九节 里面有记载了这次的这个说法了 所以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马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带你们 我们要提醒的 神要提醒我们的 要教导我们的 在这一个的环节里面 亚马利人 原为这个祖国之首 也是进到迦南的路上最强悍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并不敬畏神 在列国当中 他带头来攻击神的百姓 他抵挡神的这一个的旨意 成为了一切抵挡神 和神的百姓的设立的一种的 势力的一种的代表 这一组亚马利人 那我们看见说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十九节 他说那时你要将亚马利人的名 从这一个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 这个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又告诉我们要提醒 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做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怎么样的带你 指的是他们怎么样的藐视 或者是敌视于你们的意思 神教导他们 神纪念人在他面前的一种 这个善美 他也纪念人在他面前的一种武力 还要赐福给这个美善的 那他也把处置放在那个武力人的身上 所以神就提醒他们 那告诉他们说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 以困境 并杀你 静后边的这个软弱的人 这是有足以反映出 这些亚马利人 他们欺弱 怕强 然后懦弱 这个什么呢 我们说懦弱残酷的一种的身性 在里头 那因此呢 我们看见说呢 这个神就宣告 神告他就必自世代代的和亚马利人争战 而交于百姓的责任 就是要将亚马利人的名从天下涂抹 不可忘记 神允许亚马利人后来就屡次的 以这一个的以色列人争战 作为一个管教他百姓的一种工具 求神来帮助我们亚马利人所做的 不仅是一个阻挡了神要做的 并且还趁着人之血呢 的人在危险当中陷害人 这是一个双臣可恶的事 我们看见为何神要把这一组人来除灭呢 是应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就是很 就是很暴力 而且是不怜悯人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怜悯人 就要受到不怜悯的审判 那他们不体系人 他们就会受到不体系的 这一个的审判 最后呢 让我们来看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学习 神给于我们的这一个的教导 神既是慈爱的神 也是公义的神 神不但是永远纪念和被管教的百姓 神也纪念没有后代的百姓 那神纪念活出公义的人 他也永远的纪念该被追逃的亚马利亚人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用一般人所常用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来作为我们在职场上的行非议之事的借口 实际上呢 是信不过神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弟兄姐妹 在你的这一个 神里给 以神而你的这一些生活的条例当中 以神的公义跟公平来行事 主啊 求你祝福 我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同声祷告 Amen 愿上帝祝福大家 Amen 帝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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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祝福大家